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干什么这样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可能你都顺水推舟 或者是让外界的情势牵引你发展 你也尽量的做出努力 做出了回应 你也学了不少 你也觉得自己似乎很丰收 但是九月份以后呢 某一种情势会开始让你内心的黑暗面涌现 有的巨蟹座很可能有忧郁的倾向 为什么 因为你很可能对某些事情开始怀疑它的意义何在 那这样的一种心态转变 有时候也会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 也许你不反对做出人生重大的决定 你是否要移民 你是否要移回来 你是否要结束某一个领域的工作 开始另外一个新的人生 其实对巨蟹来说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当然有时候也跟你的心境没有关系 而是跟你家里的事情有关 也许家里需要你 父母需要你 所以你责无旁贷 你只好回来等等 所以巨蟹座可以说是面临到了生涯中的一个重新起步的位置 如果未来职业生涯有需要角色转换 我觉得你应该要勇敢的迎接 2017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自我的时期 这段时间最好最好的成果或最好最好的依靠 就是你的家人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部分 花点心思花点力气去搞定它是应该的 而不是把你的焦点放在外界 什么事业发展 那些都是附加价值 也许巨蟹会问 那是不是代表在事业上表现不如预期呢 其实恰恰相反 其实尤其针对很努力工作的巨蟹 或者是你是所谓的专业类型 亦或是在职场上 你已经在某个领域耕耘很久 那么在这一年里面 你可以考虑的是独立门户 而且客户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的名声地位也有所提升 所以反而是一个新起点的开始 对巨蟹来说 有一些压力则是来自于对方 比如说婚姻关系 伙伴关系 这些压力隐隐然都让你有一些忙 猛刺在背 现在也许不是处理它的时候 而是要壮大自己的时候 可是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们用2017年来为自己争取比较好的筹码 那么2018年以后 说不定就有重新谈判的机会 比如说合作方会更加的尊重你 或者是你的地位会更提升 木土的糊荣也意味着这两个领域 在巨蟹2017年占有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买房子搬家 很可能因为这样子气场的转换也会有助于你职场的提升 所以我蛮赞成这段时间处理这些搬动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装潢办公室 你要换一个更大的地方 这方面都蛮有运气的 此外也意味着健康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好好面对的时候了 也许它现在已经比较缓解了 但是你还是要持续的治疗它 因为你已经知道它严重起来是会要人命的 所以这段时间要记得好好的复健 或者是要听医生的嘱咐 一点都不要犯规 我相信经过了上半年的调理 健康应该会有很大的进步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星象就是金星逆行 因为有逆行的关系 所以金星一到五月会在九宫跟十宫停留久一点 当然也会为这两宫带来了比较好的色彩 九宫星座当然是对我们的求学或者是考证照 或者出国运都会有一个好的影响 一和三月特别在这个部分桃花朵朵开 也许是跟同学 也许是你跟对方是属于理念相同的类型就来电了 亦或是跟外国人挺有缘的 当然这段时间也有利于出国 比如说出国行程充满了艺术感或者是享受 那么二和四月金星则是在十宫了 这也是一个有利于民生地位提升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段时间长官长辈特别看重你看重你的价值 或者是也会给你加薪或地位的扬升 其实对你而言也是出头露脸出名的一个好契机 上半年还有两次的水星逆行值得注意 12月18号到1月8号之间水星将逆行在七宫和六宫 七宫当然就是跟合作有关的关系可能沟通不良 也许你跟合伙人之间或你跟另一半之间 你们常常会有言语上的误会 而且这个言语误会会有点严重 大家讲话都有点绝或者是有点不留情 我会建议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 那么第二个时段是4月了4月10号到21号 水星会逆行在十一宫 这个沟通不良将发生在你跟三教九流之间 也许这段时间应酬特别多或总是会认识到不同的类型 他们跟你本来就不搭嘎 所以在网路上也好或者是遇到这种很随便的应酬场合 少说两句然后少跟人家起冲突 这段时间名则保身比较重要 感情方面对你来说可能不是追求的重点 但是正因为你有这种比较含蓄内敛的一个状况 反而会让你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质 所以是别人来喜欢你 而不是你去喜欢别人 那当然跟你理念相同的 或者是跟你有一些 在某一些比较文化文艺的场合 你们有撞出火花的机会 来电的几率很高 此外2跟4月则是跟比较成熟的类型 比如说他也许有点年长 他也许有点地位或有点名气 而这样的人跟你是蛮有缘分的 不妨试试看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紹介绍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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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